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奥雷 今天带来日本恐怖漫改剧 怪奇剧场的第四集 死人行墓场 不知因何缘故 井子这几天接连遭受噩梦侵扰 今晚更是被噩梦惊醒 醒来后没过多久 卧室大门突然无故开启 吓得井子连忙起身查看 接着窗户上也莫名闪现回影 感觉家里似乎进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要不要出去确认一下 就在井子犹豫之际 御室突然传来一阵响动 为求心安 井子撞起胆子进入了御室 结果竟看到御室内遍布血迹 而御连后好像也藏着什么东西 可还没等井子掀开御连查看一番 御连后的女鬼就抢现一步出手 用剪刀攻击井子 只见几阵刀光闪过 井子瞬间相消欲 辛亥和大戒是一队情侣 两人都喜欢研究灵异 经规正考虑 他俩双双决定加入校内的研究社 专心研究灵异现象 从表面看 研究社只是一间杂物房 没啥特别的 可实际上群内有乾坤 布置装潢显得相当专业 一看就是阴气汇聚之地 虽然有骨子怪味道 但也不算是什么大事 和海界二人一样 阿虫和九子也是一对情侣 他俩在社内待的比较久 属于资深社员 但论能力 还是得看美美会长 美美不仅对各类民间传说 和都市怪谈的真相知根知底 甚至还掌握了魔法 有些老观众可能会感觉 眼前这个美美会长很眼熟 我放张生灵电影截图 帮大家回忆一下 眼睛能看到的非常有限 一开始美美就再三告诫众人 另一个世界真实存在 研究社的设立是为了方便研究灵异 并不是没事找事混日子的场所 虽然美美看上去有些柔弱 但个人气场却十分强大 七海和大戒没听两句便被他镇住 科普灵异学的过程中 美美身后突然显现出某个商调女子的身影 对此美美显得异常淡定 因为讨论灵异事件 自然免不了要放弃照片 如果出现了灵异现象 大家也不要慌张 就当自己在观赏恐怖电影 讲到这里 美美突然拿起桌上的人形玩偶 将它交给了七海 七海猜测 这玩偶可能是美美对他认真听讲的奖励 可事实真相简直令他崩溃 人形玩偶竟是片头被女鬼所杀的景子 生前最爱惜的东西 景子死后怨气不散 并且灵魂还融入了玩偶中 玩偶受怨气影响 导致头发不断生长 美美最近感受到了景子的怨气 于是便将玩偶带回 打算好好调查景子的事 由于鬼魂懂得伪造现场 所以在警方看来 景子是因上吊自杀而死 也就是说 如果遇到了麻烦 他们无法求助警方 另外玩偶体内的灵魂是景子这点 美美也是猜测 目前还无法确定 对于今天的教学 海界二人感触颇多 当然印象最深的还是美美会长 西海对他十分敬佩 闲聊过程中 一对连体姐妹突然挡住二人的巨鹿 不等二人开口 姐妹俩抢前一步嘲笑二人 还表示二人遭到了诅咒 诅咒他们的东西似人非人 西海听得有些慌 一个没注意踩到了地上 某个没人要的洋娃娃 你们踩坏了他的同伴 嘿嘿 死定了 死定了 对于姐妹俩的提醒 大姐并未太过在意 只当是自己倒霉 遇到了疯子 晚餐时间 西海家的房门突然响起 海富起身开门 却发现门外无人 接连几次开门都是如此 难道这是谁的恶作剧 紧接着 西海突然发现 家中出现了神秘玩偶 吓得他当场摔碗 捡个碗的功夫 海富和海母 更是莫名变成塑胶模特 而堵藏在暗处的女鬼 此刻也终于肯现身相见 你才死了我的同伴 我要杀了你 西海虽然跑得快 但女鬼神出鬼没 总能在关键时刻 利用分身堵住生路 千军一发之际 西海决定剑走偏锋 尝试翻窗逃跑 结果没想到 这招真能摆脱女鬼 今天可以侥幸逃脱 下次就没这么好运了 为了防止女鬼再次下手 西海只能去向美美求助 利用法术 美美轻易查出 袭击七海的真凶 原来袭击七海的并不是鬼 而是被主人遗弃的玩偶 有生命的东西死了会变成鬼 但没有生命的则会化成灵 万物都可成精 玩偶也不例外 主人的遗弃或破坏行为 会导致玩偶产生怨气 时间一长 怨气便会催生出灵 至于他们为何要袭击七海 这点暂时还不能确定 也不知道被遗弃的玩偶的主人是谁 想知道答案 围经之际 只能去一趟死玩偶墓地 只是那地方太过凶险 副会长担心大家会遭遇不测 不过在美美的鼓励之下 副会长最终还是决定尊重美美的提议 众人都没意见 美美自然已就不再浪费时间 利用空法阵服 美美轻松制造了传送门 这个传送门可以将在场众人 传送到死玩偶墓地 死玩偶墓地类似于灵界 它是玩偶的最终归宿 里面怨气冲天 到了墓地 众人惊奇地发现 七海不在 原来传送仪式出现了一点小问题 七海虽然也到了这个世界 但降落地点却在别处 此时镜头一转 画面到了七海这边 好巧不巧 七海被传送到了死玩偶的老巢 不过还好 玩偶的偷袭攻击没有成功 只是刺伤了七海 另一边 大界似乎感知到七海遇到危险 但其他人都未听到任何声音 无奈之下 大界只能凭感觉 带着众人寻找七海 经过一番仔细寻找 众人终于找到了老巢 并且还发现了七海 只是眼前这个七海 似乎已经失去了理智和人性 一见到众人 就直接动手攻击 众人担心伤到七海 只能尽力劝说 但七海根本听不进去 并且面目还变得越来越猙獰 我只是有点破酒 你们这些人类就狠心抛弃我 现在我有力量 你们一个都别想活着 结果这话刚说完 七海就失去意识 晕倒在地 紧接着九子也受伤倒地 众人回头一看 攻击九子的竟是个黑袍小丑 黑袍小丑表示 自己是地狱大使 平时负责看守墓地 人类对他来说 只是食物中的一种而已 他重听后打算帮九子出气 结果却不是对手 被地狱大使一招秒杀 美美看后气得不行 直接用拳脚对地狱大使展开攻击 地狱大使猝不及防 被美美一脚踹倒 待在人类的拳脚之下 这未免太过丢人 为了找回面子 地狱大使不惜换来所有的死玩偶 死玩偶的设定类似丧尸 不仅无视常规攻击 还有着远超常人的力量 美美会写法术 自保不成问题 可其他人就惨了 基本全程被吊打 尤其是副会长 不过在美美的指挥 以及营救下 几人最后还是摆脱了 死玩偶的追杀 只是可惜 阿虫和九子受伤过重 成了他们的美餐 跑到传送区域后 美美震惊地发现 人界的空法阵服 受到了某种影响 导致法力降低 最多只能支撑三人 回到人界 千算万算 实在没算到 那个玩偶体内装的也是灵 到死玩偶目的 寻找真相 是美美提议的 如今空法阵服遭到破坏 他必须负起这个责任 金贵镇深思熟虑 美美决定留在这里拼一把 没办法 除了他以外 其他人留在这里 只有死路一条 然而就在此时 副会长竟阻止了他 原来副会长一直暗恋美美 以前胆子小不敢明说 但现在美美有可能失去生命 无论如何 他都不愿接受这件事 所以便决定当回英雄 主动牺牲自己 只听副会长怒吼一声 接着飞速奔向死玩偶 有副会长新火力 三人的传送过程 自然是一帆风顺 如今 玩偶袭击人类的原因找到了 每个被玩偶袭击过的人 曾经都抛弃过玩偶 那些被抛弃的玩偶 有朝一日得到超自然力量 自然会忍不住对曾经的主人 展开报复行动 新海若想躲过此劫 只需找出曾经物彩的洋娃娃 将其供奉起来 这样便可化解娃娃身上的怨气 按照美美的指示 新海之后果然没有再遇到 什么灵狱事件 又过了一段时间 美美会长突然不知所踪 原来美美因为失去了三名社员 心里感到愧疚 一怒之下再次来到死玩偶目的 准备跟地狱大使决一死战 地狱大使脸皮薄怕丢面子 脑子一热竟然答应跟美美单挑 结果面对来势汹汹 怒火攻心的美美 她完全不是对手 不知道美美会不会 因为这场胜利取代她的位置 本期怪奇剧场就到这里 我是奥雷 咱们下期再见 小兄弟 我没有伤害过你啊 你不要把我怎么样啊 我没有伤害了 证明